好的 歡迎回來越世界 那今天聊天輕鬆的佛晉晶的話題 主要我看到這個蠻 蠻 但重點在後面 今天講講的是那個 全球最會偷吃的 也就是出軌的那個 國家 亞洲這一國56% 認了他出軌最多 到底是誰 而且特別是 女性比例比男性還要高 那如果說你選擇 這個國家當老婆的話呢 你就要 小心你的那個頭上 綠光閃閃 由知名國 那個品牌 保險套 之那個杜雷斯 去實施調查發現 全國出軌最高的 綠的國家是 現在是泰國 我超怕如果說 他脫褲子下來結果 哼哼哼 是那個 棒打棒就不太好 那其他的女性比例高達59% 比男性的54%還要再高一點 那根據這個網站 The Richiester 根據這個報告 跟各大 交友網站的資料去交叉比對 那發現前10大最會偷吃的國家 都位在歐洲 但是 第一名人在泰國 那等下越之介會再講一下 重點在哪裡 那 第10名是芬蘭 第9名是英國 西班牙 接下來是比利斯 挪威 美國就沒上 那法國 浪漫的 浪漫國家的 法國 然後義大利 都是非常浪漫的 居然 盤蓋了前五名 那接下來是丹麥 接下來是 泰國 YA 所以重點是台灣沒有上 所以說台灣的男人 還算不錯的 這就是越之介想講重點啦 好啦 所以說 還沒結婚的台灣女性同胞們 請多多給台灣的男性一點機會喔 然後 不要選老外喔 謝謝大家 好啦我們就準備進入今天影片主題喔 今天其實想要聊的是我們的那個 先講李邦馬好了 李邦馬是 B 利恩 Q 然後4個8 B利恩 Q是個8 看一下 咦 無理主事 然後會給招顯令喔 這次給了招顯令88萬 把領起來 小號把他領起來 小號也把他領起來 小號已經玩到有點不想玩 有點累了 人生感覺有點累 我今天 玩小號的時候 我去荷隆混 結果爆光光了 害我一瞬間 真的 真的覺得 他那個70%真的很 鬼蛇 那個 紫色龍我們爆光光了 就是70%是指他 放上4顆我的70% 有時候 他 70%真的很低很低 根本就 5次居然爆了4次掉 所以我覺得他70% 有點誇張 跌下來 今天不管我們先講一下 將軍清真 遠真這裡 然後 洛陽的攻略 洛陽的攻略 其實主要進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他到時候會有 先退軍好了 他可以退兵然後你再進軍 然後他就會說 你會有那個 三個藍色陣法 跟三個綠色陣法 那切記喔 你必須要 一路藍色 一路綠色 那 相靈並停 那今天的話就是 稍微打一下 因為我打過了 就稍微這樣一下 就一直打就好了 主要是打一打 那我試試看 如果說先不要領 不要領不行 應該走不出去 藍的 藍的領 領那個 他的 你就先把周圍打開打 打完之後呢 我們把他領起來 主要還是都先領攻擊 我覺得 先領攻擊 如果說裡面沒有攻擊的話 我們再領速度 再領防禦就好 再領防禦就好 速度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 你有 配速的話 基本上速度都不是 太大的問題 都不太大問題 讓你找 假設我第一開始要先踩的是 藍色法陣好 藍色法陣 跟綠色法陣 那我就會先選擇先踩藍色 先找一下藍色部分 先把他打一打 這還沒打完 把他打起來 打掉 這個是越斯蒂有通關的 所以他才可以 直接跳過戰鬥 那如果沒有通關的話 他會需要你 進行戰鬥 他無法跳過 藍色我們看到藍色 把他打起來 然後你就過去把他踩一下 過去踩一下 攻擊 踩完三個藍色法陣之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傳送陣給你 他就會有一個傳送陣給你 我們先找藍色法陣 藍色法陣 先不要打這個 先打藍色法陣 你先挑藍色法陣去打就好 那因為世界一開始是全部都打 就不理他 就直接都打 都把他打掉 進攻 這裡的話是 攻擊 那你就把他拆起來 使用他 然後看一下 第3個藍色法陣在這裡 那我們就從 這裡過去好了 無法前往 無法前往 這無法前往 我不能偷吃富吻 是不是他一直是這樣子 那我人在這裡 然後攻擊 把他打掉 防御 速度 攻擊 都選攻擊就好 然後踩完了第3個藍色法陣之後他就會出現一個傳送陣給你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藍色傳送陣 找一下在這裡 那我們就走在這裡 然後踩進去 他就傳送到這裡 那你就接著打 把他打完 打完 打完他 然後打完之後呢你會發現 常理來說 這裡會卡住 沒辦法過去 你會沒辦法過去 無法通行 那你就必須 必須要再退軍 所以第2個動作是請你先退軍 退軍之後 看一下喔 退軍 然後我們再 再繼續進軍 然後一樣再打一次喔 重複再打一次 我覺得有點麻煩 但是也是 沒辦法 就是要再打一次 這樣子 會不會按到 神皇可能被我點掉 都有點麻煩 都有點麻煩 一樣選攻擊的都選攻擊 然後這一次我們就找綠色法陣 綠色法陣 綠色法陣在這裡 那我們就先打這邊 通常打完他都會給你一個箱子 會給一些寶物之類的 但是因為世界因為打完了 所以就 他就不會再給 只給一次而已 那一樣採 採完綠色 三個綠色之後 他就會出現 傳送法陣 你就可以去 傳送過去 那我是因為打完 我建議如果說你沒有打完的話 第一次打沒有打完的話 還是把所有的 第二次進來之後還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打過一次喔 然後 把一些 該領的那個 輔助的技能呢 把他領起來 避免你 沒有 比較不好通關 第3個 欸第3個在哪裡 第3個在這裡 來這裡 那我們就打這裡 然後把這個打掉 然後選擇 防禦 防禦跟速度你可以各選 你可以自己 斟酌選一個啦 但目前來說的話 等級有練到的話 其實就還好 綠色的法陣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去 綠色法陣 這裡 然後他就傳送來這裡 那我記得 你把這個打完之後 上來這裡 我記得箱子在這裡 箱子會在這裡 你打完那個關羽之後 箱子就在這裡 然後你就把 箱子給領起來就好了 然後你的那個 圖騰就可以拿到 那個這個是 看一下喔 給我們關羽然後穿這個 熊獅圖騰喔 然後他是 閃避加抗暴 其實我覺得閃避加抗暴也蠻適合給我們的 那個 祖珠格喔 祖珠格 但我現在覺得說 對於免傷或防禦的話 因為我現在把祖格放在前面當 算是有點像是 坦 所以說我就先把 那個給他放 那我覺得到時候再看看 怎麼樣再說好了 名字上 如果說關羽沒有站在前面的話 或許 他其實也蠻需要抗暴 暫時就先把這個圖騰呢 給我們的那個魔關羽用 那大概 現在越世界 錢已經來到7萬了 我應該 應該會準備在 準備第二套的符石給我們的魔關羽穿 給我魔關羽穿 那之前有說 其實要想練那個 魔絲馬翼 魔絲馬翼的部分 後來我覺得 其實現在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可以去再做分神 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說這個隊伍的話就 魔絲馬翼搭配的那個郭家 郭家又抽不出來 然後也沒有 無國周瑜 那之後我應該會 先把我們的 神方童給升起來 神方童升到12星喔 把他衝到 看射板能不能衝到一束 衝到一束 來去幫我們 對部章 神造語 主要是想要 去搞神造語的原因在說 我們可以100%的 針對那個單體 攻擊力最高的武將 會降低他的 30%攻擊喔 各位這一招 降低對方攻擊的原因在於說 今天通常 神造語會帶的是後面會有 比較強的 那個鼠關羽 那我們一直 因為要打神造語 打不死他 然後 對方的鼠關羽 一直消我們 一直用那個青龍斬消我們 最後我們的那個 輔助角色都會被消死 那我覺得說 如果說今天 你要克神造語的話 順便講一下喔 那除了帶強襲之外 我覺得這招也不錯喔 他可以降低他的攻擊喔 也就是說 當神造語的攻擊力 低於 那個 鼠關羽的時候 低於鼠關羽的時候 或者是說 他的第二打手是 主力打手 或許會是 假設是魔關羽好了 那我們就有機會 把他 神造語降攻 之後呢 他的攻擊力低於 那個鼠造 鼠關羽或者是 魔關羽的時候呢 我們的 章鳥出手就有機會先敲他的那個 鼠關羽或者是 鼠 那個 鼠關羽或者是魔關羽 那我們只要帶走他的 第二carry 那就是 也不算carry 第二的主力打手 這樣的話 我們的章鳥就有機會 慢慢的修理他的神造語 修理他的神造語 只要他的神造語 單隻輸出 沒有加上 第二打手或第三打手的話 對於我們章鳥 去 慢慢的敲他是有機會贏的 我覺得說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方法 當我們的 章鳥遇上神造語 一直敲不死對方的時候 他也是個方法 那以上就是這則影片 想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你喜歡影片 歡迎在右下方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 第一手 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那如果說你針對影片內容有任何的疑問或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說 裡面有說錯的地方 一壞 SORRY喔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